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建了一座中国风格的茶房 奇特的建筑和独树一格的雕塑 建筑师们不断地为人们创造惊喜 在莫斯科能够找到各式各样的建筑 任何风格的 甚至是任何颜色的 这些不同时期的建筑有中规中矩的 当然也有千奇百怪的 对于那些不寻常的建筑 人们的态度总是褒贬不一 但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欣赏 对于那些不寻常的建筑 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 我们决定加入到千奇百怪 莫斯科建筑的旅游中去 一起去看一看这座城市 还有哪些令人称奇的建筑 这次游览是观赏莫斯科不同寻常的雕塑 和我们美丽城市的新奇建筑 这是第一个奇特的建筑 一个外形为红白相间鸡蛋的四层楼房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物 就是莫斯科一个非常经典的鸡蛋形状的建筑物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红白相间的这样一个 然后有一个灰色的顶部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建筑 建筑师最初的设计是受邀在薄利恒市建一个产科医院 当时在设计师的脑海中就浮现出这样一个设计 淡房 因为淡是象征着生命萌生的地方 因此选用了复活结彩蛋的形象和色彩 在薄利恒市 人们大肆地准备实施这一设计 但最终仍旧无疾而终 一直到了2002年 这一设计才被再次付诸重建 地点选在离近居民区的地方 这个复活结彩蛋形状的房子 一共有四层共有五个房间 由于昂贵的房子定价 到现在为止 这一怪蛋不羁的房屋 仍旧没有找到自己的主人 我现在位于的位置 离阿尔巴特大街非常的近 在我正对面的20米处呢 就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阿尔巴特大街 我想很多人都来过阿尔巴特大街 但是有多少人注意到 在这个角落里竟然坐落着 这样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建筑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个建筑 它的作者把它称为封房 这个房子建立于1929年 它的设计师是 康斯坦丁·梅利尼科夫 房子是由两个高度不同的 空心圆柱构成 内部没有其他任何的承重支柱 因此房子的主人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来自行地进行内部规划 并且由于这种特殊的构造 房子的内部空间 看起来更加的宽敞 而且房身上 有很多形状不规则的裂口设计 从外形上看 像一个封房 也因此得名 此外对于莫斯科中心的房屋来说 专门的品茶休息的凉台 是奢侈的想法 但是在这里却实现了 而且还有很多精美的客厅 和舒适的工作间 在阿尔巴特大街周边的小巷里 还隐藏着这样一个有趣的建筑 这一建筑建立于1907年 它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的浅浮雕设计 这些浅浮雕 镶嵌在墙身的外侧 在窗间很小的空间里 却设计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像浮雕 从这些浮雕中 你可以认出 这是普希金 这是果格里 这是托尔斯泰 在莫斯科出现 这些名人的雕塑 没有什么稀奇 有意思的是 这些雕塑的表情和动作 非常的独特 它们有的在接吻 有的在拥抱 有的在耳间低语 在很多的大城市都会有唐人街 但是在莫斯科却没有 这里最令人称奇的 是一座建筑于19世纪的 中国古代风格的塔楼 乍看上去 房子似乎和整条街的氛围 都那样格格不入 但因为它的存在 却让整个街有了不同的味道 当我第一次看到 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我有一刻的恍惚 我以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莫斯科 而是在中国了 看着这个古代的建筑 非常非常具有中国的古代的特色 有比较象中东方的龙 还有很多很多色彩和元素 都是很东方的元素 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建筑 在莫斯科看到这个建筑 让我特别的惊奇 茶房建立于1890到1893年间 是皮尔洛夫和他的儿子们 这一茶行公司的创始人 希尔盖皮尔洛夫出资建造 这座中国古代气息浓烈的建筑 是为了迎接清朝皇帝的史臣 李鸿章而建立的 当时李鸿章特地前来参加 尼虎拉二世的加冕礼 所有莫斯科的茶商们 都很期待李鸿章的此次出访 希望能够和他签订 采购中国茶叶的合同 每个人都努力地想要给史臣 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 因此希尔盖就决定把自己在 米亚斯尼茨卡亚的房子拆掉 建立了这座中国古式的塔楼 但是皮尔洛夫的房屋 并没有引起这位清朝史臣的注意 反而老百姓们却喜欢的不得了 现在在这个建筑里 经营着一家非常受欢迎的茶商店 房屋内的装饰也非常的精美 古色古香 到处都能找到中国古代风格的 事物和摆件 在莫斯科还有这样一个 非常古老而奇怪的建筑 对于风格很欧式的莫斯科建筑来说 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区别 这个建筑被称为西班牙的客栈 阿尔谢尼莫洛佐夫 在建筑这个房子之前 曾经这样形容自己的杰作 我的这个房子将会在这里 一直坐落下去 设计师和出资建造者 一起前往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他们在那里看见很多美丽的建筑 他们把想法带回了莫斯科 因此这座特别的房屋就在这里诞生了 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 驻足欣赏一下他的奇特 在这个房子里曾经进行了很多 大型的节日庆祝 但是莫洛佐夫很早就去世了 在一次聚会上 他和一个醉酒的人发生了争执 为了证明人类的意志力是无限的 他开枪打伤了自己的脚 但他始终没有叫出声响 直到失血过多死去了 他确实是赢得了争执 但是却也失去了生命 而现在这座房子是莫斯科政府的接待处 莫斯科不仅时时都在出现新的建筑 同时还有很多新型的雕塑 雕塑的风格自然也是多种多样 表现的内容也不在单一 有体现严肃主题的 当然也有不少创作带有了诙谐幽默的特点 比如在莫斯科犹太教堂旁 就建有一个表达宽束主题的雕塑 看上去庄严和树木 此外在莫斯科还有座枯墙 众所周知 在以色列 枯墙是信徒们前来祷告的地方 而来到莫斯科 这座枯墙的人们则是带着希望和愿望而来 人们将自己的心愿写在纸条上 然后塞进石头的尖缝中去 因此这座墙不是用来祈祷 而是用来许愿的 我也要许一个愿望 那这里呢我就不说我的愿望是什么了 因为我说出来的话 也许它就不会实现了 而在莫斯科的另外一个小院子里建了一个小狗撒尿的雕塑 类似的雕塑在很多的其他城市也能找到 比如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当然俄罗斯人也不能落后 所以这个有趣的雕塑就诞生了 此外在这个院子里有一个散下女孩的雕塑 这里还有一个坐在长椅上的石头叔叔 但要说最令人吃惊的 还得是这个满脸笑容的大狮狮子 在莫斯科鸿门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 有这样一个完全不显眼的雕塑 描写的是一个穿着老式长筒靴的老人的形象 这是一个外籍工作者 这个雕塑坐落在这里完全不是偶然 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 在这个小公园里是一座劳动力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可以招聘到 来自很多其他国家的临时工作者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很少会关注 这么多年从他旁边走过 从没想到过这些地方的历史 中文字幕提供 在不久前 在莫斯科一座古老的房子里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雕塑 尽管这不是个马戏院 但是在这里却看到了很多小丑的雕塑 据说在这里曾经举办过 俄罗斯著名的雕塑家 佐拉布 采列杰利的作品展 佐拉布的作品中 以彼得伊士的雕像最为著名 他是大型雕塑的专家 所以很多作品都是建在街上 大孩子和小孩子都很喜欢 他们很乐意从旁边走过 并且讲述他们的历史 很多人也都停下来 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路人们会提问 这些人是什么人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很快地 接受新兴的时尚建筑 很多人还是喜欢在莫斯科的中心 保留原有的那些风格 他们觉得应该保留那些传统的风格 并不那么看好新兴的建筑 他们没有灵魂 我坦率地说 我更喜欢老式的房子 而不是现在的新楼 让老莫斯科城留下来 把新的莫斯科城建立在偏远一点的地方 莫斯科 莫斯科毫无疑问 是一个像女人一样的城市 是那样的不循规蹈矩 那样的分散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下一刻会是怎样一个惊喜 在这一点上 对待莫斯科 就要像对待喜欢的女人一样 不需要理解 只需要热爱 您正在收看的是 这就是俄罗斯 我们会为您送上 有关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一切资讯 我是程小宇 在节目的最后 我会像往常一样 用俄语跟您说再见 До свидания 这是俄罗斯人的一切资讯 这是俄罗斯人的一切资讯